花蓮市新农冰桥施作进度一直备受大家很关心 日前市长魏嘉贤也协同了市民代表会的副主席李正伟 还有多位代表到现场会刊 透过设计建造公司说明了解目前的施工现况 花蓮市新农冰桥施工进度在去年受到多次风灾 几天后不加影响导致工程进度有稍微落后 不过目前在P1桥墩已完成第一层混泥土交质及土翻回田作业 而未在于国民段的A1桥台也已完成7.2米高度的混泥土交质 预计在这周就会进行拆磨及土翻回田 新农冰桥的施作进度一直是不少民众相当关切的检设话题 在日前花蓮市长魏嘉贤也协同建设客长徐国成前往会刊 而花蓮市民代表会副主席李正伟及多位代表也都到场表达关切 那农冰桥在整个施工的过程里面 确实也遭遇到比较多的问题 那不过最主要的一个桥台的问题已经克服完成了 那过去有好几次的大雨淹没了桥台 让桥台的一个施工真的非常不容易 然后要重新施工已经反复了好几次 那这次终于克服了这个相关的问题之后 后面的速度可以再加速 那我们未来也希望说在施工的同时 我们也联络了相关引道的厂商 能够同步来做相关的施作 那也期盼也在最快的速度里面 能够把相关的一个农冰桥的一个道路 能够来做相关的开放跟抢通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耐心的来等待 因为毕竟一个公共工程的施作 必须要比较完整跟仔细 尤其花蓮市地震带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跟卫家前卫市长一起来与现场会刊 那也期盼我们相关单位能针对 工作工程品质安全第一为目标 然后来完成我们农冰桥的新建 新农冰桥的设计建造单位也指出 位在于上之路的既有桥台高度 与堤防相差有1.5米左右 而堤防的高度就是防洪频率的最高点 因此桥梁必须提升高于计划洪水位 而在两端桥台与桥墩完成后 桥梁就能直接放上进行安装 再向工程保守估计可以在9月底完成 但这期间为防汛期 希望老天可以帮忙 也期盼乡亲能多点耐心及包容 记者 徐立琴 花蓮市报道